今日小雪,小雪到,东是巧,小雪,十月中,所以称为小雪,因此一道小雪节气,人们上菜场就比较关心有没有可以腌制的菜。 小雪后,家家户户开始腌制,风干各种蔬菜和鸡鸭与猪肉等。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在小雪这个节气开始腌菜,腌腊肉呢? 小雪过后,气温基本就成直线向下的状态,不太会反弹,天气变得干燥。 小雪杀猪,大雪宰羊,包头农村的风俗习惯,每到小雪、大雪两个节气,村民们便开始杀猪宰羊准备年货。 小雪前后,土家族群众就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杀年猪,迎新年民俗活动,给寒冷的冬天增添了热烈的气氛,调节心态保持乐观。 小雪节气中,天气时常阴冷会暗,此时人们的心情也会受其影响,所以因调节自己的心态,保持乐观, 并经常参加一些户外活动以增强体质,多晒太阳,多听音乐。